隋陽帝楊廣他在當年剛進任上大位的時候 有人就在懷疑一件事情了 他是否真的是四副篡位呢 這件事情流傳許久 而真有其事嗎 好 立高 真的有這件事情嗎 我跟你講楊廣 他不是被立為太子的第三年的時候 其實我可以跟你講 文帝 楊姦 他老爸病得很重了 好 現在夏天 跑去仁壽宮避暑的時候 對不對 那時候已經握在病榻上 這時候炫華夫人陳氏跟楊帝就要進去 要去侍奉他一下 對不對 身為仁子跟什麼愛妾 要去侍奉他 進去侍奉他的時候 我跟你講 楊帝那時候看著炫華夫人 口水都快掉下來了 你意思說他 觸予他的美色已經很久了 是這樣子 老爸躺在床上 老爸最寵愛的陳夫人對不對 我現在有機會了 好 我現在有什麼機會呢 就是在老爸在臥病的時候 突然趁陳夫人去換衣服的時候 偷窺他 你知道 你說 畫面上你看到 偷窺 這個還不打緊 三忍不住了 老爸還在 還沒駕崩 然後等到陳夫人去上廁所的時候 你看 我一把抱住他 然後抱住他的時候 他就大哭 陳夫人覺得自己被騷擾了 被騷擾 被非禮了 抱回隋文帝身邊 然後陳夫人說 你怎麼臉色這麼難看 他說 他怎麼說 太子想非禮我 明講啦 明講啊 文帝 握在病的大怒 這個臭神 竟然敢非禮我的愛妃 真的嗎 我被獨孤所誤 他講了這句話 什麼叫被獨孤所誤你知道嗎 因為本來 你知道太子是誰嗎 誰 是他哥哥 楊勇嘛 對 為什麼後來變楊廣 因為獨孤不喜歡楊勇 他覺得楊勇這個人沒有 沒用啦 還是楊廣比較好一點 楊廣會忍耐你知道嗎 看起來就是一副有作為的樣子 也一直叫楊間 把楊勇給廢掉 後來呢 好 我們來講說 到底這一段有沒有這個歷史呢 隋書上有記載嗎 二十四四 證實 他就講 上紫陽間 他在仁壽宮 夫人陳氏 共同侍及 平淡出更衣 為太子所逼 夫人拒之等免 歸於上所 上就是指 隋文帝 上怪奇神聖有益 所以這個都是真的 他最重要的這一句就是 畜生 何族富大事 獨孤成悟我 因為獨孤後來 因為要隋文帝 改立楊廣嘛 所以你意思就是說 這個畜生的意思就是罵楊廣了 就是罵楊廣了 隋書的證實裡面 罵著楊廣你這個畜生 對 那好 那就這樣子的話 那想說 好啦 你要把我廢掉是不是 我先發誌人 我叫楊樹跟張衡 把什麼 把要改立招書的 柳樹跟延元 抓起來 抓起來 因為你要改立招書 你要算改招書了 不是 他叫隋文帝的大臣 柳樹跟延元 兩個人 要準備聽皇帝的命令 要改招書 改回 誰 改回把楊勇立為太子 對 那我楊廣還混什麼 楊廣就沒有天下了 好 把這兩個人抓起來 就不能寫招書了 然後派30個太監 在 在哪裡 在仁壽宮的 宮前 你知道嗎 扮成女人 扮成宮女 做什麼 宮女的裙子底下 都戴著刀 真的要四處串位了嗎 真的是這樣子嗎 好 我們再來看 我跟你講 我跟你講 就是說在另外一本的 就是說通力 這是屬於野死的部分 不是隋書的部分 他有講到 就是說 楊廣甚至派人殺了自己的父親 對不對 那到底是怎麼樣 就是說一個屏風在這邊 張衡進去 把隨文帝從病榻上拉起來 突然不知道發生什麼事情 突然 血就漸到這上面來了 好 因為我們必須要打馬賽克處理 因為書上面寫得非常生動 就是說 張衡進到隨文帝的病榻之後 沒有多久 那個血就像這樣 這樣漸到這個屏風上面 那就表示說 這個房間裡面出事情了 張衡是誰指使的 當然是楊廣指使的嘛 就是你兒子竟然先把 誰 把老爸已經快死了 你還就夾一刀 把他給宰了嘛 好 那這一段歷史 其實坦白講一句 後來我跟你講 被後面的史家全部給推翻了 推翻 你知道為什麼嗎 為什麼 因為 有找到更多的證據了嗎 我跟你講 坦白講 先講 為什麼 因為楊廣他已經當太子三年了 他的實權早就掌握了 他爸爸一直在握病 所以說史家認為 不可能楊廣不需要這樣做 然後最重要的一個重點是什麼 因為唐太宗跟唐太宗下面的 史家門後來沒有一個指控 唐太宗的史家門沒有一個指控 隋陽帝曾經侍復 這是一個重點 也就是說 這應該都屬於岩石的部分 但最重要就是說什麼 你知道嗎 你想想看 隋陽帝本來是一個 有雄途大志的人 看到嗎